夏季蚊虫冰咬,不仅搔痒难受,还可能会传播疾病,尤其是对于免疫系统还不健全的婴幼儿,如何防蚊是妈妈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,蚊子偏爱什么样的人? 第一类,新陈代谢快,二氧化碳钢,出汗多的人,蚊子主要通过二氧化碳,体温,汗液中的乳酸等因此定位人的位置,男士比女性,孕妇比普通女性,因婴儿比成人,运动后比不运动的人更容易被蚊子盯上 第二类,散发特殊气味的人,例如喝酒,爱化妆或用发胶的人,喝酒后气味的改变,以及这些产品中的挥发性成分,也会招来蚊子 第三类,穿深色衣服的人,深色衣能吸收光线,减少百光,有利于蚊子作爱,而经常听说的蚊子更偏爱某种虚型,却没有研究证实的 对症下药,帮助宝宝防蚊,防蚊方式主要分为物理防蚊和化学防蚊,物理防蚊,包括挂蚊帐,按杀窗和沙门,穿长衣裳裤,给宝宝推车安装防蚊设备等方式,将蚊子挡在外面 化学防蚊,就是通过趋蚊产品来干扰蚊子的定位,目前可给宝宝使用的趋蚊成分,主要是B1,派卡瑞因,趋蚊血,柠檬蚊油,B1,目前最推荐的成分,被美国儿科学会认为是最好的趋蚊剂 不同浓度防蚊的时长不同,大约2-5小时,建议选择浓度为10-30%的产品,并且不建议给2个月以下的宝宝使用 加拿大卫生部建议,不要给6个月以下的宝宝使用,派卡瑞因,防蚊时间长,可达3-8小时,虽然是安全的 但长期跟踪实验并不通犯,有待更多的研究,柠檬胺液流及其体取物对付和蚊儿醇,可能会导致过瘾,不建议给3岁以下的宝宝使用 所以,给宝宝选购趋蚊产品时,尽量选择趋蚊成分是比蚊儿的产品,不建议给宝宝选购号称穷物成分的产品 包括趋蚊手环,趋蚊结合趋蚊后,大蒜,卫生素B1,绳波段都没有趋蚊的效果 使用趋蚊产品注意事项,避免使用同时含有趋蚊成分和防晒霜的产品 避免因为反复涂抹导致趋蚊剂破亮,不要在伤口或过你的皮肤上使用趋蚊剂 不要将趋蚊剂涂抹在孩子的手、眼睛、嘴巴和脸上 妈妈可以将趋蚊剂涂在自己的手上,然后抹在宝宝脸上 先抹防晒霜,再喷趋蚊剂 回到室内后,用肥皂和水清洗喷过趋蚊剂的皮肤 或让孩子洗澡,门里纯高级公共营养师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